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做一个作品 那长相像这样 我希望呢 我们上次之前有学过按钮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希望我按红色的按钮他就可以 正转按 蓝色按钮可以逆转 就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一个作品 然后你的转动要很顺畅 好所以做一个可以用红蓝按钮手动调整舵机舵片 左右转动的一个遥控器 把它当作遥控器来控制 你的舵机左右转动 使用烧录模式并且调教 让他很顺畅 然后研究一下怎么样可以保持持续的操作并且顺畅的使用 好 要考虑的事情可能很多 好那我们先 先来简单的测试一下 好首先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是 按蓝色按钮 让他角度可以减少 或增加对不对 然后第2个是按红色按钮 让他可以 减少或增加 然后第3个 第3个关键的问题是舵机要 要 要根据你设定的角度去做旋转 所以你有两个按钮要处理 然后有一个舵机的旋转要处理 那所以这里面的关键 三个都跟一个东西有关就是角度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数字 来当作 一个可以变化的数字 那我们就来设置一个叫做变数 在变数这边我们设定一个变数 那这边呢 因为等一下我可能要做烧录的动作 所以我这边取名字直接用英文数字 就不要用中文 因为在烧录状态是不支援中文的 所以我直接把他取名字叫做angle 这个angle就是角度 所以我会有 这个角度的部分是三个要共通使用的 包括 按蓝色的按钮要减角度 按红色的按钮要加角度 然后 你的舵机呢要能够随着角度去做变换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让 舵机 可以 随着 这个角度 舵机可以随着角度去做转动 那所以呢 我们一样把 舵机控制的 期目找出来 好 那我们希望他转动的是这个角度 那我的舵机呢接在第6只角 所以这个是让马达转动的角度 那我们一开始呢 因为有 只要你有变数都会建议你一开始要设定一个预设值 所以我们把它调到中间90度好了 所以一开始90度 然后之后让他 随着这个转动的角度 不断的转动 那所以我需要一个重复 包起来 那所以现在第1个是 当我Action的时候现在是90度 所以你的 积木 你的 所以你的马达在一个 Action之后他会转到90度 那因为 接下来角度没有在变动 那么所以呢 他就一直维持在90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来做修改 我们的变数在 Qblock里面是可以直接修改 请你在这个变数上按 滑鼠的右键 把它改成滑感 改成滑感 他就可以 做 数字的直接的变动 那我们的范围呢是0到180对不对 所以我就再按一次右键 变更滑感的数值范围 把它改成最小值是0 最大是180 那么你刚刚如果你的 舵机会抖动 你这边就给他5度到175 那所以现在就可以 调这一个游标 直接 让你的角度在0到180中间来转动 对不对 那所以这时候我按Action 让程式开始运作 那我如果移动 对不对 他是不是会跟着移动 先测一下对不对 这个部分就正常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目前 这个角度是可以 舵机的角度是可以跟着我们现在的角度做转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